改變妳生活改變很多嗎 改變我生活的價值觀 啊很正常的就是跟妳聊天 然後笑的很開心 可是隔了這麼久沒見 再一次看到那位親戚 就已經是 就是全身癱瘓然後在病床上 不要讓父母擔心吧 欸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小孩有意外 父母就很難過 你有事情瞞著我 瞞?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女人知覺最準啊 準 我是有事情瞞著妳 多久了 半年了 這麼久 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我做專門小編就開始了 果然 那人有了粉專就不老實了 我發誓 一定給交代 你 你這是 壞男人 等等 我說過 一定給交代 好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編加碼聊 語錄特輯 我是Peggy 我是阿凱 今天要討論的內容 稍微沉重了一些 要討論人生無常這件事 好那我們就先進喜劇片段 Peter怎麼了 肺癌 醫生說只剩下三個月 上次我們帶他去按摩 他是按哪裡 痛哪裡 整生骨骼了了 他還自嘲地說 I am a demon 大家聽了都笑了 只有按摩是說 回去要做身體檢查 他回去就真的去檢查 結果報告就是 肺癌 我還想跟他一樣 有個美滿的家庭 事業又成功 做一個一等的世界公民 去到哪裡 都有好朋友 和和氣氣的 為什麼是Peter 所以你有遇過的 就是相同的經驗 我自己的話本身是沒有 但是我身邊有一位親人 是真的有這個經歷 他是女生 然後他其實年紀比我 大哥大概四五歲而已 然後很早就結婚了 然後那個時候 他肚子裡面還有寶寶 他就發生一場車禍 有點沉重 就是小朋友沒有搶救回來 然後我那一位親戚也變成了 就是植物人 然後就躺在醫院 感觸很深 因為雖然不是自己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發生事情的當下 那位親戚是借住在我們家 就是我們家空出了一個房間 然後當作病房來照顧他 所以他到現在都還沒醒來 對 然後我有參與照顧他的那個過程 然後他跟你感情 關係是好的 但是不常聯絡 然後那一次聽到的時候 其實就很錯愕啊 你對他的最後一個印象是 他很正常的在跟你聊天 然後笑得很開心 可是隔了這麼久沒見 再一次看到那位親戚 就已經是 就是全身癱瘓 然後在病床上 那個畫面很衝擊就對了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才高中而已 然後我們就有參與照顧他的過程 就是要幫他洗澡啊 然後跟他講話 下課一回家 我第一件事就是走去 那個親戚的病房 然後我就會跟他聊天 然後就會跟他講我一整天 在學校發生的事情 就會最後一句就會跟他講說 希望你快點醒來這樣 很心酸 因為他是聽得到的 所以他聽到有人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是會流眼淚的 可是他沒辦法做出任何的反應給你 所以他意識是清醒的喔 是清醒的 我覺得這樣好殘忍 就是你知道一瞬間 然後就把你的所有都帶走 而且他也跟我差不多年輕耶 你是不是從此都不敢騎摩托車 欸不會 欸嘿嘿嘿 不是我覺得那個 那個不是騎摩托的問題 就是不管是什麼事情 都有可能會發生啊 我就算不騎摩托 我可能走在路上 欸欸 亂講 就是人生無常啦 我覺得 所以就會 現在一開始就會覺得 真的要把握當下 因為 我都會幻想 就是哪一天 如果我也跟他一樣 突然發生這件事 然後 我腦子裡面一定會閃過很多 我還想要做 但是我沒有做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 你現在有把握當下 有啊 我現在很享受當下耶 改變你生活 改變很多嗎 改變我生活的價值觀 我覺得是價值觀 因為那件事發生這有高中嘛 就是你的生活模式 就是上課 然後補習這樣 然後是到上了大學之後 比較自由的時候 讀夜校 然後早上會工作 然後我還兼職兩份工 有一次真的工作太累了 自己心情很不好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那一位親戚 就是我想要改變我的生活模式 因為我覺得 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 就我不急著大學的時候 去努力工作 我可以之後再努力工作 所以我就變成 大學的時候 欸我沒有玩喔 只是就是 你剛才一年就是覺得 所以你就是跑去玩這樣 然後我就後來就改變了我的生活的模式吧 就是我沒有那麼Focus在工作上面 然後就開始會抓出時間去爬山啊 或是去做一些課外的事情 那你咧 我沒有就是身邊的人 就是有因會發生生命以外走 但是前一兩年 我的外公過世 會讓我感覺到就是 人生一直很長處 我外公是我第一次面對親人的離別 就是他累積很久的病痛 然後後來進到醫院之後 就沒有再出來了 那段時間我也是在忙 工作的事情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去看過我外公 感覺你年輕的時候都是 就是很開心的生活或什麼樣子 但是越大的時候 你就越需要去面對這種 分開的感受 欸真的 我講白了 這樣講的算很不好 可是因為小時候不懂事 所以那時候知道 可能家裡有哪位親戚離開的時候 就你不會 你不會感到難過 你只會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學校可以請上架 會想到是這個 因為我從來就請過上架 但是因為我是 因為我有阿祖就是可能離開 可是那時候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就還沒有 是非判斷能力 然後就只會想 就媽媽可能就跟你講說 欸哪位親人就是過世啊 要請上架 然後要回來 就是家裡做上架這樣 你那時候根本就不會難過啊 你只會想到 Oh yeah 我就可以放假 回家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是後來到長大之後 又遇到身邊的人離開的時候 才會真的很重視這件事 就想說 喔真的是離開了 因為你真的就再也看不到這個人 那個感觸才會很深 因為我外公其實我們不常跟他見面 就是不像是我爺爺 我們幾乎 我在我小時候幾乎都跟他們住在一起 然後外公是舅舅跟 我媽媽回娘家 然後我們才會見到他 對 然後那時候在商禮的時候 其實我原本還覺得我不會哭 那時候在拜的時候 拜下去的時候 忍不住就哭了出來 對 但是但是 真的是你自己控制不住的人 欸對那個當下是自己控制不住的 因為我原本其實自己也不覺得自己會 我也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也是我身邊的一位 很親的親人離開我 然後 那時候就是也覺得 就跟你一樣 我們也是要在靈堂前面 就是要跪著啊 然後要給 來上香的來賓 就是我們要給他香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 然後 到那個時候我都還覺得 我自己不可能會哭到 就是很 控制不了自己的那一種 最後一刻 因為你去凝谷塔嘛 然後我們那個是火葬 所以是變成 在最後一刻 他要把棺材送進去火葬口的時候 然後那個火葬口就很像 電梯的門這樣關起來 然後在那一刻就是 我真的就站在電梯正前面 然後那個電梯門一關起來 那一瞬間 就大哭 然後真的是哭到 就是你沒辦法去控制自己的那一種 那一瞬間 就會給你感覺好像 真的真的是離開你了 因為在前面辦喪事的時候 前七天 就是 棺材會放在家裡面嘛 還是會有給你一個感覺是 他雖然已經 不在了 可是還是在你旁邊的這種感覺 可是在那個火葬口 棺材的那一刻 那一刻才真的就是說 喔 真的是 跟這位親人就是 有別這樣 反正我就覺得 要把握當下 學著去享受生活 因為你真的 就人生無常這件事沒有分 快還是慢 也沒有分時間長或短 還有時候是 你沒有準備好就發生 對對對 真的 所以就 來了太突然的時候 我覺得會瞬間後悔很多事情 所以就要 把握當下 珍惜生命 盡量不要讓父母擔心吧 欸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 小孩有意外 父母更難過 喔 對啊 真的 而且有的時候你發生意外 就是你發生意外之後 要照顧你的人 其實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人生無常啦 我覺得 因為他們要照顧你 而且可能是一輩子的那一種 會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 負擔 對 對 就知道反保險 哈哈哈哈 結果你最後是在跟我宣傳保險 是嗎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有什麼 人生無常的一些經驗 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也歡迎在下方 跟我們留言分享喔 那我們小編加碼聊 今天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 掰掰